激發我們的敏感更加的嚴重 這點也要注意 那當然平常多攝取一些蔬菜水果的一些抗氧化物質 也可以幫助我們做到更完整的保護力喔 那當然在選擇保養品上面呢 選到適合自己的 然後呢保濕比較足夠的保養品 那才可以讓我們肌膚真正的由內而外 血液透亮起來 謝謝 非常謝謝高分明的分享 我們給營養家再一個熱情的掌聲 我們來謝謝 化妍人凱樂 化妍女神 中間請 先請凱樂讓媒體朋友補個畫面好嗎 好我們看一下中間的攝影鏡頭 凱樂先看中央謝謝 我們稍微看一下左手邊 左邊一點點 好中間再一次謝謝 好稍微偏右 我們中間偏右 好謝謝 好的今天呢真的非常的開心 凱樂來到現場 那接下來的時刻呢 我們也準備了產品 也麻煩凱樂 待會幫我們拿著產品拍一張 好右手邊謝謝 右手邊還有一位攝影師 好請問還有哪一位 媒體大哥好 左手邊 謝謝 感謝 感謝 往中間 謝謝 好那我們請拿一下 我們拿一下產品拍照喔 麻煩一下 現在 左手邊的攝影鏡頭 感謝你 好右手邊 然後還有哪一台沒有拍呢 不夠仔細 所以我們還準備了一個放大版的 所以請凱樂再幫我們拿一下 謝謝 這一個呢 是放大版的 微腦極光修護粉 零摔 請大家再幫我們補個畫面喔 其實呢 微腦極光修護 這樣喔 可以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喔 相信你使用過之後呢 也會感激 各位媒體大哥來補揪畫面 謝謝 趕快來訪問一下凱樂 哈囉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妳好 各位媒體大哥大姐好 我是凱樂 是 哇 這一次艾瑟爾能邀請到凱樂來擔任代言人 真的非常的開心 那你自己的代言心得是什麼呢 我當然也非常非常的開心 對 因為我覺得女明星就是一定要漂亮 真的 外型很重要 當然是你代言很重要啦 當然 對 所以能夠被艾瑟爾就是 可以有這次的合作機會 我非常非常的榮幸 是 所以你自己已經親身使用過之後 你有沒有特別喜歡艾瑟爾的哪一個產品 要推薦給大家的 有 我非常推薦 因為我本身的保養習慣 是有點偏懶惰的 所以 我喜歡很簡單的保養步驟 真的喔 沒錯 所以我發現呢 艾瑟爾的微導極光修護粉凝霜 它只要一貫 可是它的修護力還有保濕力 是非常非常的足夠的 對 然後你只要在睡覺前面呢 不是睡覺前面 睡覺前 然後塗一層在臉上 然後你可以邊睡覺邊保養 然後你醒來 你的肌膚就已經ready好 已經準備好 就覺得非常棒 對 所以早晨起床你就覺得整個肌膚是很透亮水潤 而且因為現在上班族可能工作壓力大 或者有時候前一天又沒有睡好 或者是紫外纖或是空氣污染 我們的皮膚就很容易出狀 是 像最近換季啊 其實我的臉應該要大爛掉了 但是 因為我用對的保養品 所以我最近 你今天看起來很服貼 很透亮 對 就用對了 你的肌膚啊 會說話 然後我的妝也會比較貼 沒錯 所以真的有用有差耶 好 剛剛凱樂跟大家分享是他最喜歡的那一支 但是身為懶人 你沒有懶到只用一瓶吧 應該還有一些早晚的保養步驟 要進行對不對 對 就 每天就是早上起床 你洗完臉之後 我會先用 這個名字我很怕說錯好 鑽白雪蓉純直路 你說對了 掌聲來一下 哈哈 鑽白雪蓉純直路 然後就上了之後呢 再擦 我剛剛推薦的那個 粉凝霜 圍倒極光修復 修護粉凝霜 這個對有台灣國語的 我的來說有點 修護粉凝霜 可以 表現得很好 你整個臉就是 水水潤潤的 然後上妝啊什麼的 你就不用擔心容易脫妝 然後你回到家 睡覺前呢也是好好的卸妝 之後呢 一樣的步驟 但是中間 現在加入一個我們很好用的 愛瑟的面膜 是 就敷個15到20分鐘 你整個 哇 隔天起來就是閃閃亮 女神 閃閃亮亮 就一照鏡都覺得自己美到嚇死人 嗯 有時候 所以 等於說你早上的保養步驟只有兩個步驟 對 然後晚上只有三個步驟 對 就多一個 真的很懶耶 因為我覺得保養的步驟 越簡單 越好 越方便 對 尤其我們工作如果一忙的話 就會很容易偷懶 真的 所以你這一次帶眼愛死人 你有發現真的是找到懶人的福音了 沒錯 因為真的兩個步驟 居然可以讓你的肌膚維持得這麼的好 真的 所以非常的棒 好 所以我剛剛凱樂跟大家分享 就是她的肌膚保養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早上兩步驟 早上三個步驟 對 就可以維持好光澤 好固執 那我們聊完了臉部肌膚 我覺得女性 女明星在意的不只有臉吧 沒錯 整個身材 身材 身材 實在是被穿哪了 整個身材身型都很重要 沒錯 所以 除了臉部的保養師 要提醒大家 保養品要記得插到脖子 對 我以前就是都忽略了 然後直到某一天 我才突然學到這個資訊 我就說 你也太晚教我了 什麼 你幾歲才發現這件事 該不會是最近吧 所以提醒大家 保養品一定要插到我 真的 你的脖子胸口都要插一下 沒錯 然後 因為我有一點幸運 我是屬於四肢比較不容易胖的人 所以我每次胖都先胖中間 然後最後再胖四肢 所以如果四肢我想要看起來不那麼水腫 然後還是細細可以騙人家說 其實我沒有發胖 你看我的腳還是瘦瘦的 我睡前都會掉腳 喔 你都開腿嗎 沒錯 你血液循環好了以後 就不容易水腫 你的四肢看起來就會細細的 所以你會抬多久啊 我都抬到他沒有知覺 你說很麻很麻 對 我想喔 沒有知覺了 沒有感覺 差不多了 很自虐欸 好 但是真的有效 真的喔 真的 OK我回去試試看好不好 OK所以這就是海樂他自己保養 包括臉部保養啊 身體保養的一些小秘訣 接下來有一個事情要問問你了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年底了嘛 對 然後又有很多粉絲 就一直在敲碗 期待 就是到底什麼時候還會有新的作品 要跟大家見面呢 對耶 因為我的粉絲知道我前三年 都每一年發一張音樂作品嘛 然後所以公司就是都沒有賺錢 哈哈哈哈 胡說胡說 有啦 但是本來今年年底也要發的 但是很可惜沒有收到適合的歌 所以目前那個音樂作品的進度是0 0嗎 對 明年可以進度再超前一下 我們非常的期待 謝謝 但我覺得還沒有新作品沒關係 那跨年的時候呢 有沒有機會粉絲可以在哪一場聽你唱歌 今年跨年我會去台東 好山好水的地方 哇 好棒喔 有沒有人現場人要跟我一起去台東玩的 有一位舉手了 非常 兩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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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先記得他們的臉 然後改天看 看看有沒有出現 哈哈 好啦 所以未來的一年 2020年有沒有什麼樣新的期許給自己呢 新的期許 對 希望工作也很順利啊 然後皮膚越來越好 皮膚越來越好 因為艾斯爾的幫助 一定會的 好 相信你的願望一定會成真 那粉絲的願望就是你的新專輯 哈哈 希望粉絲的願望也會成真 好 最後一題我就要問一下 因為這個跟我們今天的主題很有關係 嗯 因為我們主題叫做愛戀愛NG 對 對 關於戀愛這一方面的感情狀況 可以用一句話跟大家形容嗎 我目前感情狀態一句話就是 莫及莫荒莫害怕 哈哈 怎麼了 因為我是獨生女 對 然後我已經已經在失婚年齡 有滿久了 游走一段了是不是 然後爸爸超級緊張 嗯 他很擔心我 然後我知道他每年的生日 冤枉其中一個他都會留給我 就是希望我女兒趕快架掉啊 什麼什麼 天啊 對 所以我就跟我爸說 爸爸莫及莫方都還好 等到好的緣分來 他就是會出現 那你有沒有因為爸爸這樣 你就幫自己做一些 比如說招桃花的小物啊 做一些招桃花的事情 其實有做招桃花的小片過 可是不是為了嫁掉 是為了 就是 那個女明星還是要有一些桃花工作才會順 好人緣 對 所以我的房間 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然後那個床單是有小花的圖案 據說可以招桃花 然後你梳妝才也可以放一些粉紅色的水晶 據說可以招桃花 真的 真的 真的嗎 對 所以你覺得有招到什麼 好的桃花嗎 我覺得我的工作桃花一直都蠻順的 啊 但是爸爸 每年的生日冤枉都還是沒有達成 還是沒時間 哈哈哈 怎麼辦呢 我覺得爸爸現在已經非常非常的緊張 莫及莫荒 莫及莫荒 我還怕你每天都有跟爸爸說這句話嗎 沒有每天 那你今天可以跟他說 今天 對 Right now 他有來是不是 哈哈哈 你不知道 你今天沒有跟你爸爸聯絡嗎 哈哈哈 因為我們這個主辦單位特別 你有看到後面有認識人出現嗎 我們主辦單位特別聯絡了 凱樂的爸爸 想要讓凱樂爸爸親自現身 來聊一聊 他心目中的女婿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給凱樂爸爸 這個錢掌聲好不好 你真的爸爸沒錯吧 爸爸在中間 爸爸你來中間好不好 我爸爸今天穿得特別帥耶 帥是不是 他要先跟爸爸拍個照好了 然後我們看前面 爸爸你很俏皮耶 哈哈 好我幫你拿一下麥克風 OK 來兩位先看中間 謝謝 中間中間 來中間 好 我們新的體牌攝影師 補個畫面喔 謝謝 舉手的那一位 好 謝謝 好 然後我們看一下左手邊 左手邊的媒體朋友 好 中間中間 好 右手邊 右手邊的攝影師 謝謝 好中間再來一張 OK嗎 各位媒體大哥 好嘞 舉手這一位 我們品牌攝影師 再給他補個畫面 謝謝